前不久《楚桥传》刚刚落下帷幕 以岳公子坠入冰湖 舍命救下楚桥结了尾 观众一脸猛逼 难道是有第二部的节奏 不仅剧中的表演广受好评 并且电视剧的男女主人公 林登星与赵丽颖在现实生活中也广泛受到关注 近日 有观众爆料说 《楚桥传》第二部开拍了 在第一部剧中 赵丽颖饰演的楚桥 人物深入人心 与原著差别不大 但是赵丽颖也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出演第二部 之前也有人爆料称 第二部的女主角可能会换成杨颖 或者是刘诗诗 不过网友认为 杨颖的演技太烂 会毁了楚桥的 好在杨颖的工作室已经澄清 因为荡气不合 不会出演此剧 网友纷纷松了一口气 另一位女主角候选人刘诗诗 出演过不少宫廷剧 论演戏跟颜值 与赵丽颖有的一拼 不过也有观众觉得 刘诗诗的眼镜过于空洞 不适合出演楚桥 竟致有大规爆料 说楚桥的扮演者可能会是杨颖 大家表示终于可以放心了 因为赵丽颖与杨颖 私下是很好的朋友 论演技 两个人也是旗鼓相当 虽然不知道消息是真是假 但小编真心希望 是杨颖出演楚桥 你们怎么看